雍正五年的七月 那年七月十四 是什么日子 您知道吗 是中元节 也叫鱼盆兰节 或者叫做鱼盆兰会 说实话 这是一个给亡魂过的节日 为什么 咱们中元人都讲 说这七月十四鬼门开 在这一天 中国人都家家祭祀死者 烧烧纸 烧烧元宝蜡烛 所以这鬼门关一开 这些个死去的亲人 就要回来享受这些供奉 您好 我是昆仑刘石 欢迎您来到我的书馆 听我一个人挨这儿 跟您穷摸的 上文书呢 咱们聊的是敦肃皇贵妃年事 今天咱们该聊这个年事的儿子了 谁呀 这就是怀亲王福慧 有人说 这福慧这亲王不值钱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这福慧这亲王 并不是爸爸给的 是这个乾隆年 乾隆皇帝 追风出来的这么一个怀亲王 这种说法啊 在我这说呀 他也对也不对 其中原因呢 咱们后文书会有交代 这福慧呀 是位早上的皇子 实际上啊 他1721年出生 1728年啊 就轰式了 按咱们中国人的说法啊 他是八岁 要按洋人的说法 按年头算啊 只不过七岁而已 虽然这小皇子啊 只有八岁就轰式了 但是啊 我们现在可知的 他却是这雍正皇帝 一生最钟爱的皇子 当然了 这和这个敦肃皇贵妃 也就是这福慧的亲娘啊 是雍正皇帝 比较偏疼偏爱 比较宠心的嫔妃 有关系 我想啊 这会儿难免有好朋友 他就有疑问了 说这个雍正皇帝的儿子 乾隆皇帝的兄弟们 不都是红子辈的吗 怎么到了这位阿哥就成了福字辈呢 哎 我是这么理解的啊 这个福慧这个名字呀 很有可能就是个辱名 也就是说呀 这雍正皇帝还没来得及 给这个小福慧呀 起红子辈的名字 这福慧呢 就早上轰式了 您看啊 这乾隆皇帝 也就是弘历呀 还有他的弟弟洪昼 也有辱名 这个弘历呢 叫元寿 这红咒的辱名啊 叫天参 并且给我的感觉是 这雍正皇帝呀 一直还是喜欢 叫自己孩子的辱名的 都到了雍正六年了 雍正皇帝的旨意中 提到红历 红咒 还是以这个元寿阿哥 天参阿哥 这种称呼 那么我们说呀 这雍正皇帝 偏腾这位福慧阿哥 有没有什么实际的证据呢 当然有了 首先一点就很关键 这清代的皇子啊 通常都不会跟自己的母妃 母后一起成长 首先说这皇家呀 他会给这个小皇子找一位呀 德行高品行政的后妃 作为养母 这其次呢 也是因为呀 如果这个小皇子 和自己的母亲一块成长起来 这母子之间的关系呀 过于亲密 很可能会导致 以后外戚乱政 也就是说呀 跟妈妈好 跟姥姥家自然就好 这小皇子一旦以后 登基当了皇帝呀 这外戚们就会做大 可是啊 这小福慧是不一样的 它是由啊 这敦肃皇贵妃一手带大的 也就是说啊 这孩子幸福在哪啊 从小他没离开过亲娘 据说这雍正皇帝呀 无论到哪 都带着自己这个小儿子 这福慧呀 刚刚五岁 那年呀 是雍正四年 这雍正皇帝就特意为他下旨 让他呀 可以使这个鹅黄树珠 我们知道啊 在宫廷里 这个黄颜色呀 虽然呀 这个皇子们都可以用 但是黄颜色也是分等级的 分这个明黄啊 鹅黄啊 以及这个姓黄 淡黄啊 它是有这个等级观念的 那么显然呢 这鹅黄树珠啊 就是高档次的黄颜色 关于这一点呀 我们在史书当中也可以查到 雍正四年九月 十九日 这太监刘玉 刘玉珠传旨 造班处 做成山湖树珠 进来一盘 朕赏人用 伺候朕要赏人树珠 巨要鹅黄的 小阿哥的树珠 易用鹅黄的 钦此 这道圣旨里提到的小阿哥 就是阿哥福慧 这还有一件事呢 听着没什么呀 其实也很有意思 雍正五年的七月 那年呀 七月十四 是什么日子 您知道吗 是中元节 也叫鱼盆兰节 或者叫做鱼盆兰会 说实话呀 这是一个给亡魂过的节日 为什么 咱们中元人都讲嘛 说这七月十四 鬼门开 在这一天啊 中国人啊 都家家祭祀死者 烧烧纸啊 烧烧元宝蜡烛啊 所以这鬼门关一开呀 这些个死去的亲人啊 就要回来享受这些供奉 那这种习俗呢 一直就延续到了今天 现在过节呀 大家主要都体现在这个娱乐上了 古人不一样 古人啊 在这些方面是要有一些仪式感的 通常呢 就会在河里啊 放一些河飘灯 这些灯是干嘛用的呢 这些灯啊 是给这个死去的皇陵指路用的 这民间老百姓呢 主要就是放一些荷花灯啊 荷叶灯啊 就是用这个荷花荷叶采摘下来呀 让它在水上飘着 在中间立上小蜡烛 在我们家这本地习俗啊 这种叫放荷灯 当然啊 还有这个更有意思的 就是把这个瓜皮啊 瓜薄了 里边立上小蜡烛 也顺流飘下去 还有呢 用茄子 把茄子肉啊 刮掉 用茄子皮 做成一个小碗 放上蜡烛 也能在水上飘 哎 可是宫里不一样啊 咱们接着说 这个雍正五年的 这次中元节 这造班处啊 就用西瓜 做了很多河灯 这些瓜呀 可跟咱们老百姓 那个瓜皮灯不一样 都是精心雕刻过的 哎 就像那个剪影一样 把这瓜皮啊 青的里边剔掉 流出白的 哎 反差一起来呢 就出现了图案 这种手法啊 在这个雕刻西瓜上 我实在不知道 叫什么 但是呢 如果用在石刻上啊 应该叫替地启突 这雍正皇帝啊 就让宫廷造班处 做了若干个河灯 可是往下分发的时候啊 一看做少了 除了这个乾清宫里啊 流出两对来以后啊 只够给这个果亲王两对 夷亲王两对 像什么皇子 红历啊 红昼啊 都没有份 这红历啊 就是后来的乾隆皇帝 可是啊 出人意料的是啊 这雍正皇帝啊 却偏偏给了小阿哥 福惠两对 要说起来 这西瓜灯啊 他不值钱 可是这象征着爸爸的爱呀 所以说呀 我想其他的皇子 肯定恨得牙根子巴掌长 尤其是啊 像乾隆皇帝那样的 就爱生个闷气 所以说我想啊 心里肯定是不兴奋 要说呀 这雍正皇帝偏腾伏惠啊 还有一件事就更有意思了 在雍正六年的时候啊 大清宫廷皇家出版物 古今图书集成 康各出版完毕 那康熙朝的三阿哥印旨 现在的这个成亲王云旨 欧新历写及一生经历啊 组织编转的这么一部 大型图书集成 那么一共堪客了多少册呢 我跟您说说啊 这个用上等的棉纸啊 出了十九部 然后用这个普通的竹纸纸啊 出了四十五部 首先呢 要供奉到寿皇殿一部 得让这个祖族们知道啊 自己本朝的文化成果 那当然了 供到寿皇殿呢 那必须得是这个绵制纸 然后就是还得播出九部来 陈设到乾清宫 那么这样一来的 这绵制书啊 就只剩下九部了 雍正皇帝一到圣旨 这九部书啊 给夷亲王 庄亲王 果亲王和康亲王 还有这个张庭玉 严庭熙 鄂尔泰 岳中旗 一人一部 这里边呢 有雍正皇帝的这叔父 兄弟 还有朝中重臣 以及在外的封江大吏 和领兵的大将军 总之啊 这都是雍正皇帝的近人 这还有一位是谁啊 还有一位啊 就是小屁孩 福慧阿哥 您看啊 这成亲王印旨啊 忙活半天呢 只落到了一本 竹志版的古今图书集成 红利红咒 这两个大阿哥呀 得的也是竹志版书 和这个福慧阿哥 根本就不是一个档次 那有人就说了 这皇家印书 干什么这么扣扣缩缩的呀 就不能都印成这个免纸书吗 当然能了 这是朝廷啊 要刻意把这种东西 分出档次来 这样啊 才能体现这个获赏者的 个人价值 那这句话说完了 那自然啊 这雍正皇帝就是那个意思 在他心中啊 这福慧阿哥 远比红利红咒 要高得多 自己呀 这个当爹呢 更偏爱一些 通过上述这些势力呀 我们倒可以断定 如果福慧不死啊 这皇位呀 大概其是轮不到 这个乾隆老爷子来做 要说呀 还是那句话 人呀 他不合命斗 人呢 他不合天斗 中正六年的时候 六月份 这福慧阿哥呀 才得了这套古今图书集成的棉纸板 可是到了九月初九啊 这位小阿哥 轰逝了 雍正皇帝 他自然是非常伤心的 于是啊 就按亲王礼 埋葬了福慧阿哥 虽然呢 没有嗜好 这会儿啊 这福慧 他已然得叫做亲王了 最初埋在哪啊 就埋在北京 埋在东智门外 我想当年啊 无论是谁 路过这个福慧阿哥的园琴 他也不敢说呀 这是一个阿哥园琴 一个阿哥坟 他也得说呀 这是一个王爷坟 所以说到了乾隆年 给这个福慧啊 追封为怀亲王 那也无非是这乾隆皇帝 锦上添花而已 实际上呢 在这雍正六年 福慧死的时候啊 人家已然是亲王了 最起码的 这身后一些事宜啊 都是按照亲王的标准来的 我呀 是道底开书的昆仑流石 福慧阿哥这点故事啊 我算给您讲的差不多了 明天啊 咱们换一位皇子聊 谁呀 这就是乾隆的哥哥 实至名贵的皇长子 三阿哥 红十 得嘞 天不早了 您早歇着 咱们呀 明儿见 咱们呀